大王对王妃白白出卖 难道都只是一夜沾暮 为何要以补药为命 令王妃尝其喝这种 不能生死的婢子汤 是啊 大王终究对王氏幸存忌惮 不愿意她 担下自己的故障 我就是拼了这条老命 你不会让她伤害王妃分毫 庞贵 我想知道 你可是与我一样 对王妃忠心不二 从庞贵刚到王妃的那天起 甚至不再是皇室的安慰 而这是王妃一人的安慰 那就好 我希望自己没有看错 也没有读错 此日 时光王妃今后的命数 我不敢错 也不能错 徐姑姑此话而已 难道 有人想对王妃不利 可是 王妃有大王护着 谁这么大胆 若是 大王自己呢 大王 那怎么会 大王对王妃的心事 我等旁人都看得出来 绝不是装出来的 如其慧 是大王 每日吩咐 必让王妃服下的药品 我打想在宫中 贴身扶持仙长公主 随她出家 更要样样精通 便随宫中构思羞血 在太医令处 也学了不少的东西 这其中 有一位药 积极罕见 我也只是 多年前变药师 稳固几回 时光九月 我也才大意了 竟让王妃 服用了长达几月之酒 安慰自由便受各种血缘 这药材多我更在集中 庞贵也算各种翘楚 可是王妃这药 我确实判不出什么异仗 正是如此 下药之人十分谨慎 用量极其微弱 我也此时将十日用量 混在一起 又请民意插药 才正是心中猜测 如你所说 她向来对王妃貌似情深 我一时也无法判知 她对此事了解多少 若是不知也就罢了 若竟是她受益 你我便可想 这豫章王妃 与王妃来说 竟不知龙潭狐穴 那若王妃不知 继续服用此药 你放心 现在 我也把每年 熬药送药的师父拦过来 重新配了药 事已 王妃如今 每人所服用的 都是真正的母药 竟是如此 学姑 您此番来找庞奎 想叫我做什么 我要你 查一查大王